贾斯汀比伯要来中国了 作为贾斯汀2013世界巡演的一部分 这位19岁的欧美乐坛小天王将在北京、大连、上海展开巡演 消息一传出就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上智歌迷吓到黄牛党全都普大喜奔叙事待发 不知道有多火 近上海战开票当天 高达8888元的VIP门票瞬间就被秒杀 后应粉丝要求 主办方又增加到近50张票仍然被抢空 随着北京站、大连站陆续开票 许多铁杆歌迷更是连买三场 而黄金手中比伯演唱会VIP的门票已经被炒到了四五万 什么土豪金在面对90000后这些土豪来说 根本就弱爆了呀 这帮熊孩子根本就是赤狗狗的炫富好吗 这是要疯的节奏啊 到底为何会这么贵 想当年天后王菲的演唱会也曾因高价引起各方关注 但当时他的演唱会票价最高也才2500元 如今和比伯一比 也只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狂啊 花8888元 你可以看三场王菲五场流的花 甚至可以把周杰伦莫文卫陈一群李宗盛这些大咖通通打包 凭什么贾斯汀比伯的演唱会就能值这么多钱 其实无论票价有多高 所有的天价演唱会遵循的都是一个套路 演出上会片黄牛卖力潮 粉丝疯狂抢 贾斯汀比伯上海战门票为何敢叫出8888元的天价 只能说中国的演出上太了解粉丝的那点小九九了 比伯出道四年却还没有来过中国 这等千呼万唤使出来 期待已久的粉丝们怎会错过 于是老道的主办方轻轻松松用一个所谓的大礼包就把比伯歌迷拿下 到底是什么福利这么诱人呢 重点就在于VIP门票中的附加价值 每张VIP门票都包含一张内场闲时牌最佳观演位置的预留型门票 并且可以参加定制的歌名见面会与比伯见面合影 同时获得亲笔签名的海报 在演出开始前还有机会参加贵宾派对获得一份专属的演唱会纪念品 并想到能和偶像来个亲密接触 花个几千元什么的还有啥好开要的 就冲那么个合影 这么多张毛爷爷说甩出去就甩出去 这完全是人傻钱多的节奏啊 主办方都已经赶叫出这么大血头来 黄牛挡门哪还坐得住 现在没有黄牛挡门的配合都不好意思开演唱会了 有黄牛挡告诉记者 自己拿到票也要花两万元 票拿到手剩下的工作就只剩下可敬炒了 三万了三万了再不买买不到啦 可别要忽悠人啦三万 现在没有四万您甭想抢到票 也许有的小伙伴会觉得 这根本就是迷朗朗的大忽悠嘛 只有紧娃子才会买哦 那么错了错得很离谱 主办方和黄牛都到位了 就剩下粉丝们这热情的一把火了 我们才不是紧娃好吗 哼 哪门这些叔叔阿姨可以不喜欢笔博 也可以不买笔博演唱会的门票 但是你们是无法阻止我们 为笔博的演唱会买单的 票是我自己要买的 没有人逼我 没有跟风 不牵扯卖身买票问题 不是脑残 分个国外的明星 欢迎整方式生活 对我来说 爸爸爸爸根本不算个事 谢谢爸爸妈妈用爱和礼质包容这一切 感恩 这时假斯林笔博全球后援会不会停 那什么 妈妈说下次我考第一直接让我飞美国看笔博 土豪小伙伴我错了我错了 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据了解 买上海战VIP门票的粉丝 都以初高中生为主 基本都是90后和00后 这些土豪孩子们的热情 我们是完全无法体会的 但这些小主子们根本没有消费能力 挨的也只能是家长们 如果给更迷算笔账 演唱会门票加来回机票和时速 一次跨城市追星的花销 少说也得万八千 那么爸爸妈妈们的支持与否 成为了能不能看演唱会的最大关键 家长们总不至于这么想不开 会这么的下血本吧 哦 那就只能请小伙伴们再调整一下三观了 记者采访到了一位打算陪孩子 从宁波到北京看演唱会的家长 这位走在时代先锋的家长表示 我们并不是很反对孩子喜欢欧美明星 因为这对于提高孩子的英语成绩有帮助 呵呵呵呵 对学英语有帮助 乃确定不是在玩我们吧 现在学英语的方式都已经这么高端 更大气上档次了吗 你想到80后小伙伴们当年 屁颠屁颠拿这个BB高复读机 乐呵乐呵听李雷还没没 就忍不住暗自捶泪啊 同样是学英语 一代人一代人的差距 怎么就那么大呢 这是花着买白粉的价格 买颗大白菜啊 看了贾斯林比伯的演唱会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哦耶 所以说到底 这就是一场拼爹的演唱会 添加票一半是噱头 另一半还是要靠90后00后 铁杆粉丝撑腰 哦不 是这帮孩子们的附爹爹们撑腰 要是家长们再给点脸 别说巴巴巴巴了 就是再加一个吧 都有铁杆粉会 不惜一切代价买票 还没买到票的孩子们 快去创造奇迹